院長他的角色跟職能很重要 我想在西方的民主國家 都會非常尊重國會的議長 即使所有的國會議員 都尊重國會議長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國會要有秩序 要有規矩 要有規則 要能夠讓所有的意識 能夠正常運轉 這個國會的議長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沒有人敢會去冒犯國會的議長 對不起 西方國家民主 在臺灣一概都不用 都是垃圾 因為西方的民主 在臺灣都是垃圾 為什麼呢 因為在臺灣的立法院 是無視於這個國會的秩序 無視於國會的規則 無視於國會的程序正義 因為那些都不重要 最主要是我們的國會就是菜市場 我們的國會就是打架的 我們的國會是不講道理的 我們的國會就是 践踏台灣民主的一個地方 所以國會議長就被践踏 所以就不會去重視國會議長的人身 是不能碰觸的 人身都不能碰觸 昨天好多人去抱他 不可以 去拉他 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賴慧元整個把他這樣熊抱 因為尊敬一個議長的最基本的方式 是不能隨便碰觸他的身體 這個才會有國會議長的權威 不能叫警察來嗎 當然可以嘛 但問題就在於 以台灣現在的這種國會議員的目無法計 本身是立法的人 結果自己本身目無法計 本身不尊重程序正義 本身不尊重秩序 然後他本身就是破壞秩序 然後打來打去 還演自摔 還演感恩球 然後還去抱女人 然後把人摔成那個樣子 什麼荒唐 荒唐的事 荒槍作罷的事 全部都乾淨了 你想想看你找警察 警察被他貓 我還看到我們的警察 在外面維持秩序 還被貓 警察還有苦難言 有氣忍住 警察在抓壞人 可是問題就是打他的這個人 其實應該來講就是壞人 結果他卻有個上方保健 說他是國會議員 他可以打你 你不能還手 你還不能把他逮捕 這個就是臺灣的民主 臺灣的民主真的死了 而且死得很徹底 是被誰搞死 我想臺灣的民眾應該看得很清楚 被誰搞死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要做的幾件事情 就是說要強調國會議長的軍演 人生的不可侵犯性 他的執掌 他的執權 他的意志要貫徹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要讓整個意識的秩序 恢復下來 不恢復整個意識的秩序 我們的國會就像一個菜市場 我坦白說今天民進黨反對的可能哪一天 明天就是民進黨極力推動 而且再度發動國會的這種暴力也要推動通過的法案 為什麼當民進黨如果輸掉了政權 也就是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假設他執政了 而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他在國會取得絕對相對多數 或者是取得超過一點多數的時候 那我相信當時的民進黨絕對會要這個法案通過 因為他要人事權 要聽政權 要藐視國會權等等 他全部都要了 他要把所有的權力都抓在立法院 所以他今天反對的 明天他可能就是極力要通過的 這個就是民進黨現在在玩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的那些舊梗沒有用 什麼年輕人會越來越多聚在立法院 要複製太陽花運動 不可能